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目前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处境很困难 也不是今天才开始 确实是 大体上讲从1949年签台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感觉上最近好像更靠近战争的边缘 所以上次老师问的那个题目 是中华民国瓜胡 有没有这个瓜胡随便你 因为每个人目前我们对于国家的定位解读不一样 有人是觉得是中华民国 有人是觉得中华民国在台湾 有人觉得中华民国台湾 有人就是觉得台湾好 没关系 反正你现在生长在这个土地 你觉得我们当前处境如何 上次我们看过一个 中共在2022年今年的8月 我们现在是9月 一个月前 我们时间过很快 感觉上好像过了很久 其实才一个月 一个月以前 中共有一个围岛的 围着台湾全岛的军演的图 上次这个图还有印象吗 我不再播了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看另外一个跟这个图有关的 那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看要不要用 好 那我问你们的问题是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都认为 我想这还没有人会认为不是吧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管我们主权所集的范围有多大有多小 那现在是不是别人已经挑战到我们的家门口来 而且甚至有上次讲的 他画设的那个演习区域 有一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领土 等一下我会介绍 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节 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就会牵涉到领土 好 那么请问该怎么办 苏贞昌说拿哨把要跟他拼了 好像讲的太延过其词了 因为在这个军演的期间 我们的军队是十二万分的自治 基本上我们避免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是国军全面避战 我们也没有出去干什么 我们就尽可能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 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上次我们看了一个影片 讲到了两岸对于年轻人 因为打仗主要是靠年轻人 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于面对可能的战争的态度 那上次我们播过的影片 我不再讲了 那我只是提醒你们一件事 好像我们在大陆看到的访问 他们的口径相当一致 这是典型的所谓专制国家的情况 因为老百姓都收到了政府的宣传 他们就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不太有不同的声音 台湾就比较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好像访问出来的台湾人 坚决要捍卫我们民族制度的人数不多 这个问题牵手得很复杂 原来像我这个年代 我们是要当兵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当两年兵 你扣掉成功领的 还有在学校的训练 我们大概要当一年十个月的兵 真正在军队里 但是从陈水扁开始 你就说我们现在不要打仗了 我们要废除所谓的征兵制度 我们要改成募兵制 然后在马英九的手里 也完成了募兵 那我们现在的情况 是军队普遍的募不足人数 那更不要说训练的问题了 你看常常有各种状况 好 那现在正在讨论 要不要恢复 恢复多久 比较讨论多的是一年 但是好像看样子 国防部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明确的确定 那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两岸很靠近战争 那我们要不要打仗 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吕秀莲上次给各位看到那个影片 她觉得领导的人 台湾的领导人 必须要有B站的智慧 那当然你们都知道 我们官方的立场 就是蔡英文的立场 她虽然不太出来讲话 但是立场应该是清楚的 她说我们要联合世界 民主友邦 共同抵抗 来自于中国的侵略 我们不怕 好 那现在的问题呢 因为两方的意见不一样 台湾并没有个一致的立场 那这个也是随着我们蓝绿 不同的这个政党执政以后 对大陆到底要怎么 怎么面对大陆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现在我们比较需要考虑的就是呢 我们是真的要跟他对抗 连战争都在所不惜吗 那当然有人说台湾不会成为乌克兰 那如果台湾成为乌克兰 又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呢 就是好像越来越多的议员 喜欢跑到台湾来打卡 那打卡以后要不要取款 要不要好像台湾是一个杀不完的经济 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你们看到裴洛西来的时候 他什么人都不见 他只见台积电的人 这是在做什么 你们看到了 Graham参议员来 然后华航不久呢 就宣布要购买16架 没有什么人敢买的波音787 那当然比较广泛的讨论 你要去想 如果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人会不会来帮忙 这个事情从以前可以跟现在 以前如果你要问你的祖父 或者是你的曾祖父 以及你的父亲不一定知道 因为他们在成平时代长大 美国严格的来讲 至少是三次背弃了中华民国 那不然的话呢 大陆大概不会丢掉 好这算第一次 大陆丢掉的时候 美国发表了第一份的白皮书 他不介入两岸之间 后来是因为韩战呢 美国又开始介入了 然后把台湾当成 对抗大陆的第一岛链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在1979年 第二次被他出卖 因为他跟中共建交了 实际上呢 虽然有22年 有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里面 引号用共产党的话 讲叫占据 窃据了 我们说他们窃据 他们说我们窃据 窃据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会 22年 你也可以说很不简单 台湾这么小大陆这么大 我们还能够维持22年 好 那22年当中呢 实际上 中共和美国 一直都私底下有谈判有接触 那最后终于呢 因为越战啊等等 还有为了要对抗苏联 所以有第二次背叛台湾呢 跟我们断交了 跟他们建交了 而且断交呢 就断得非常彻底 比方说强卿国 希望说可以维持一些 军事上的关系啦 是不是可以有 有双方承认的可能啦 什么的 统统都没有 完全照中共提出来的三条件 如果你们有去看 这个三次白皮书 其中有一次白皮书 就有提到这个 这一段历史 我这样讲应该有印象吧 如果有看的话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 美国靠得住吗 你从过去历史来看呢 靠不住 最近的历史 你看他怎么处理阿富汗 仓皇而逃 阿富汗现在也很惨 那假如过去靠不住 将来靠不靠得住 这不一定 那我们还在看看 那目前的情况呢 你可以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美国对于挺台湾 有没有利益 有 大陆对于收复台湾 有没有利益 应该也是有 那你认为两个利益 哪个比较强大 对于他们来讲 台湾哪一个是必要的 绝对非拿到手不可的 绝对不能丢掉的 你去比一比 那这样你们有兴趣呢 去看很多影片了 最后最近我看到一折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以前有个将军 叫帅华明 他当过立委 他有一个影片呢 应该是在中天吗 还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是哪里看了 我看到了 他说呢 美国早就认定台湾 很难守得住 现在的问题是 把台湾的最后价值 怎么压榨干净 好 那我们第三个问题是 为什么搞得 最近这么紧张呢 表面的答案应该是 赔洛西访台 那赔洛西访台 有那么严重吗 以前不是有很多人 访问台湾吗 那到底是为什么 那有人说呢 哎呀 这个是无辜的 他要来 我们挡也挡不住 那我已经提醒你们了 这个不一定对 因为你有很多资讯 你不知道 也有很多资讯 有透露消息 是相反的 可能我们费了 很大的力气 在动员他们来台湾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从实质的观点看 问为什么 陪洛西到台湾 这么刺痛中共 中共到底在怕什么 那我想比较简单的答案 同学在这次的 三份白皮书的回应里面 十个同学 大概大家都有注意到 其实中共最在意的就是台独 然后他们最常讲的话就是 台湾岛上少数台独分子 勾结境外势力 就是指美帝和日本 寻求分裂国土 等等等等 最喜欢讲的是这句 好 那我们要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尤其在座的多数 是政治系的同学 1949年以来 不就是分裂的吗 不就是分制的吗 台湾统治的地方 大陆从来没统治过 中共统治的地方 中华民国政府也没统治过 所以一直就是事实上互不相隶属 事实上相互独立 你独立于我 我也独立于你 我要进入你那边需要你同意 你要进入我这边也需要我的同意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那为什么最近会变得紧张呢 这里比较要注意的是 用中共的话讲呢 有法理上的台独 有事实上的台独 我刚刚讲的那个叫做事实上的台独 因为什么 因为至少蒋介石和蒋经国 他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 而我们是正统的中国 他们是背叛 背叛的叛乱团体 所以你看蒋介石是动员叛乱时期 我们是先有宪法 他们才起来作乱 就好像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有宪法 那如果选举的结果 某一个党的人选输了 他可不可以就起来叛乱呢 他可不可以就起来 用中国的话讲的武装夺取政权 武力夺取政权 这不是叛乱 这是什么 这是各国刑法里面典型的叛乱罪 问题就是叛乱的团体打赢了 民选的政府打输了 那这是一个笑话 那没办法 这是1949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不是吗 这是事实上历史的发展 有很多是非常吊诡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至少大家认为是一个中国 但是中国限于分裂 所以一个国家正在分裂中 那这一个国家呢就有一个期待 也许这个国家将来有一天要统一 好 这个最多叫做事实上的台独 法律上的台独就不是这样了 不管是李登辉讲的一边一国 特殊国与国关系 或者兄弟关系或者什么 或者蔡英文讲的互不隶属 不管你哪哪一个 他认为是两个国家 而且要目标是永久独立 两个国家可以敌对 可以友好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你是你我是我 我们不会在一起了 好 那再问一个问题 事实上的台独跟法理上的台独 在中共的眼睛里 真的有这么不同吗 看起来好像有 你至少看这三份公报 那有看这三份公报的 三份白皮书的人 应该可以自己问一个问题 对于这件事情 他们的看法跟我们 是不是存在很大的落差 他们想事情 跟我们想事情不一样 你赞不赞成他不重要 但是你需要知道 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才能明白他是怎么评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严重到他认为非要打不可 他就会打 打输了他也要打 因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不打 领导人要下台 打输了那不一定下台 那如果你当领导人 你打不打 这个问题就比较吊诡 所以我们比较聪明的人 要避免战争 就是不要让两岸的局势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那就很麻烦了 除非你认为你会打得赢 这个事情是可以另外讨论的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白皮书里面 尤其是第三份 他越来越科学 他讲到我们每年跟他贸易是多少 贸易顺差是多少 谁是谁是多少 谁是谁是谁的几倍 他们前两份还没有这样 因为他们那时候比较弱 实在讲这个数字太难看 那就现在不一样 然后你看这三份白皮书里面 他对我们的立场也改变了 第一份白皮书很很卑微 你们可以继续保有什么 可以保有什么 可以保有什么 现在这些东西很多文字都删掉了 他有时候他不派驻行政官员或军队 没有这句话了 你要问习近平 习近平说我如果不能派来 这叫什么收复统一 他会这样回答你的 那你看他有些文字不变 但是文字不变的背后 他的意念已经在改变了 所以他是越来越强势了 他的强势当然跟他的国力有关 还有跟领导人有关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左的人 习近平基本上非常像毛泽东的人 好了 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是 看起来他们认为 如果是事实上的独立 是不满意的 但是呢 尹浩暂时我们可以容忍一下 如果你是法理上的独立呢 对不起 事可忍孰不可忍 那我就刚才讲了 你要从中共领导人 站在他们的历史观点 来看这个问题 他们会变成民族的罪人 如果台湾从引号祖国分裂出去 而居然祖国没有任何作为 那他不是现代的李鸿章吗 你要当现代李鸿章 你当得下去吗 你想当别人也不会让你当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 那你就下台啊 那你不想下台 那你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You have no other choice 如果你们逼我逼到那样 我就一定要做 打赢打输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大陆打输了 大陆会垮吗 有一说认为会 因为我们一直在等这天 在等大陆垮 那到了有很多人向往民主 但是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我不知道 我不是搞情报的 那如果大陆不垮呢 就好像乌克兰 你好像说他要收复失地了 那乌克兰收复失地了以后 苏联就会垮了吗 苏俄就会垮了吗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想看你要怎么办 那至于说贸易啊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观点 可能要想一想 从中共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说 前者就是事实上的独立 这是内部矛盾 同志之间 中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台湾人也认为是中国人 大陆人也认为是中国人 这两个中国人的 对于中国的想法不一样 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事 但是如果是要变成法理台独 这种大陆的话来说 阶级斗争的观点 这就是外部矛盾 这不是内部矛盾 外部矛盾是敌我矛盾 是敌人跟非敌人的问题 是中国人跟外国列强之间 势不两立的问题 有看过这三份白皮书人就知道 中共是多么活在 150年以来的羞辱的阴影下 他们一直认为是这样子 对他们看待台湾问题 跟别人看吧 他们有些地方 我非常不同意 他们讲的很多是故意不讲 还有很多是扭曲事实 是谁抗战的 一句话都没说 那死了这么多人 那时候是死了老共吗 那些死掉的人是共产党吗 这些没有还一个公道 好了 那带来 那你们要问说 那台湾到底做了什么 让中共会觉得台湾要独立呢 好 这个就比较复杂 那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老师有视频 就是在蔡英文和习近平 都针对辛亥百年 发表谈话的那一集 你们看一看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然后呢 黄年 有一个人黄色的黄 年纪的年 你们有兴趣的话 他有一本书 希望习近平看到此书 化解两岸困局 这个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呢 研究 研究了几十年了 那你们去看看 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用他的分析 看看你觉得 我们台湾做什么 大陆的感觉是什么 好 那当然讲到这里呢 我并不是这么天真 说哎呀 那我们只要跟他讲说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他就会相信了 你要去看共产党呢 他有些坚持 他坚持共产党要一党专政 而且甚至写到宪法里 他不容许他的政权受到挑战 他的评估 他安不安全 是从这个观点来评估的 所以从这个观点说 你台湾不管你现在是 事实上台独 还是法理上台独 他们已经在 第三份白皮书里面讲了 总不能让这个问题 一直拖下去 一代一代拖下去 他要解决了 所以两岸呢 终需要有个解决 现在问题是怎么解决 那你再回来想想 1949年以来 对于台湾来说 也许你们不太想 常想这个问题 你们就是这样长大 但是如果你回想一下呢 是不是我们虽然 口头上讲说 我们要反攻大陆 但是因为美国不支持 怕引起世界第三世界大战 反攻不成 我们有一两次机会 尤其在文革 大陆很乱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成功 后来我们就改口号了 好吧 那我们就是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我们还是要反攻大陆 但是方法不一样 不要打仗了 至少不要那么明显的打仗 到了蒋经国的时候呢 又改了 他说呢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你们现在去看很多地方 靠近金马 还写的这样子印在墙上 表示我们改变了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民主法治 慢慢影响他们 让知道 让中国人 在大陆的中国人知道 他的生活 有另外一种想象 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么他可以选择我们了 这个是在 我们宪法1947年定的时候 就给全国中国人民 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民 不懂得他们在选什么 所以这个际遇已经丢掉了 现在已经民国111年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 有机会来了 也不懂得把握 好 那你可以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那两岸到底在争什么 或者说台湾人 为什么那么不愿意 接受大陆提出的 一国两制 尤其习近平加上 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台湾就更贬了一级了 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来跟中国 中共政权和平统一 这个事情呢 有两个基本的轴向 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只考虑到 这是民族主义的问题 中国一日不能统一 中国就一日 没有办法立足世界 我们过去的耻辱 就没有洗刷 所以台湾一定要回归 祖国引号 回归 但我们来看呢 可能大多数的人 不是这么认为 我只能说大多数 意思是说呢 我们现在是制度之争 我们是民族法治 他们是专权暴政 那你要选哪一个 但是大陆的人 对这件事情呢 没有这么强烈的认知 更不要说认同 因为这是共产党控制的 还有宣传 我刚刚讲过了 他们有四个原则 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不允许其他的政党 取代中国共产党 这件事情 是他们既定的政策 那你除非中国共产党倒台 不然我看这个很难改变 你们现在有人买到老师的书 权力分立 老师最后一次在大陆演讲 应该不是20 习近平上来是2012 大概就差不多在这个 12还13 12 12不对 12的时候我已经当大法官了 我没有去 应该是2011年以前 好像是2008年 当时我演讲的时候 我的书在北大 在清华 我在这里演讲 很大的厂 比这个场地大 然后我讲台湾的宣传 什么什么的 我的书 这个书就可以在外面卖 现在不行了 现在权力分立 这四个字是大陆的taboo 这是禁忌 权力分立什么意思 搞垮我们共产党 怎么可以呢 这个书禁书 不能卖 很多大陆朋友 有我的书 不知道什么到来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的书 他们都有 他们从来没有付我们板税 也没有买 这又是另外两边 如果炒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讲话 你们欺负我们很多年 不要说只有我们欺负你 好 那现在台湾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原来是要维护民主宪政 但是有趣的是 我们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本来单纯的民主跟专制的制度之争 慢慢变质为国家认同的问题 你仔细想想看 现在你对于中华民国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你是采取什么立场 是最传统的中华民国 代表全中国 不管我们有没有退出联合国 我们至少志气上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我们才是正宗 不然你凭什么把故宫宝贝搬到台湾来 这是一个象征 我们继承的是中华文化的传统 我们也是使用繁体字 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民 基本上水平比较好 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情形 就中华民国挂湖台湾 事实上英文来说是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我们地方一大堆丢掉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有一天 我们会回去 那我们现在是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 我们没有改国号 据说 毛泽东曾经很后悔 因为他如果听从了当时 有人要给他建议 说你把蒋介石打败了 你不要改国号 你千万不要改国号 他说不行 历朝历代 哪有拿到政权不改国号的 我改 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改就改出基地的问题 如果他要叫中华民国 我们也叫中华民国 那你觉得 我们还有办法拖二十二年 在联合国里面 但是他就坚持传统 他是读古装书的 现装书的古书的人 他就这样认为 第三个立场呢 就像蔡英文讲 叫中华民国台湾 中间都没有刮户没有什么 那他认为中华民国就是 从1949年测得到台湾以后的 才叫中华民国 他嘴巴讲中华民国 实际上他不一定在意 你是不是中华民国 比较在意的是台湾 当然另外一个有很多人的目标 是台湾国 不管你叫台湾什么国 可能是台湾共和国 我不知道确定叫什么名字 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家认同问题 好 今天的第二个作业来了 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是 三份白皮书 是大陆的立场 你们现在要去做一个作业 把它补起来 我也认为这是你们在高中之前 就应该要做的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教育就要改到什么程度去了 我的作业大体上 大体上我会给你们比较精确的名字 想一想台湾关于两岸关系定位立场的演变 想想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国统纲领 国家统一纲领 后来这个不见了 被陈水扁废掉了 废掉了以后讲了什么 陈水扁主张什么 到了马英九的时候 马英九主张什么 然后到了蔡英文 蔡英文主张什么 你们去看看这些人 他们执政的时候 他们对两岸之间 究竟怎么样互相看待 这是一个国家 还是不说 还是两个国家 还是什么 像李登辉就讲得很清楚 这叫做特殊国为国关系 我们是两个国家 他不是这样讲的吗 那你们去看一看 各个时期的差异是什么 然后你们想一想 现在我们在很紧张的情况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定义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本来就已经实力很 相对弱小 我们更不能要摆来摆去 一个政府上台摆一遍 一个政府上台摆一遍 摆到最后结果 在这里的人都怀疑说 我们到底是不是什么人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在过去 在讲戒时 或者讲经国统治的时代 至少在老十年轻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相对清楚 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 你们是窃取政权的人 而且要比中国是要比文化中国 不是比谁会杀人 这有什么意义 好了 这是第二个作业 好那第三个作业呢 当然是问 那么为什么 假如两岸的情况 就是1949年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最近中共越来越急迫 已经可以用迫不及待 这四个字来形容 各界预期 你们看十月份 下个月份 中共要开二十大 等到二十大 习近平确立可以连任以后 进入第三任以后 一般认为 二十大上会有非常明确的 对台湾的议程 多少年以前我们要怎么办 多少年讲 会有更明确的目标 好上次我问你们这个问题 你们又说 有的是因为中共 因为国际的压力 很可能可能也是 是不是因为美中全面对抗 造成的结果 那么这里就牵涉到 你们有兴趣的话 老师给你们那个书 有没有一个人叫做Mir Shimer Mir Shimer 看到了吗 Mir Shimer 那个人是有名的人 释迦科学派有名的人 他也常常有很多的引带 他一直认为 中美两强 不一定要陷入 所谓的这个 Suhiliter's Trap 那个修斯什么 底里的那个什么什么的 陷阱里面去 你们有很多路可以走 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打到 你死我活不可 这个对美国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是可避免的 另外有一个人 最近有一个人 你们有兴趣 我跟你们讲名字 他叫Jeffrey Sucks J-E-F-F-R-E-Y S-A-C-H-S Jeffrey Sucks 他最近我看到的视频叫做 U-S Policy and the West Force Narrative 就是他认为我们西方 对于中国和苏联的想象 是错误的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对的 我们代表的是正义 他们是邪恶的 我们要把他们打倒 他一直认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这个想法实际上不符合现实 美国真的不邪恶吗 你觉得美国邪不邪恶 西方邪不邪恶 西方不要忘记了 他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多大的祸害 不是吗 再下来 王健壮先生 在2022年9月4号 我看到的这篇文章 我也可以跟你们分享 他叫做台湾不能在梦游里抗中保台 这是最近的文章 你们有兴趣 可以拿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好那我现在要问的第三个作业 这是下下礼拜的 这个比较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我的题目叫做台湾政策法 台湾policy act 福西获西 你们大家都看到报纸了 今天的报纸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白宫劝阻无效 美国参议院 至少这些领袖们 意见领袖们 决定要开始审查台湾policy act 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一个功课 台湾policy act里面规定些什么东西 举例说 好像他们有一条是要赋予台湾 major non-natal ally 这样的地位 我们是主要非北约盟国 这个地位赋给我们 有什么意义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像 实论上面在分析的 美国会介入台湾的各种军事准备 包含说我们的后备动员 我们的教招 我们的培训 我们的武器 然后会贷款多少钱给我们 另外一些是比较表面的 他会把原来我们现在驻美办事处 改成叫台湾办事处等等 然后他们派到这边来的AIT 以后是大使级 需要经过参议院同意 相当于大使身份才能派任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这些事情 老公已经讲了 很清楚地讲了 你们如果通过 我们就等着看 那现在他们当然不会打美国了 是台湾首到其中 你如果觉得八月份 那个事情已经够紧张 那你可以预期这个事情 应该会比八月份的更紧张 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 要不然他怎么显示他的强度呢 那到底要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台湾人受不了了 还要知道怎么样 回去想想看现在这个事情 总之我们今天讲话的时候 就如同我上次讲的 我很高兴还有机会 在这里讲中华民国宪法 但是我不是一个天才 不是一个白痴 我自己知道 我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这个实在是中华民国宪法 我开始教这个课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 有这么深重的危机感 我到底还能教多久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看我们现在在做的 我们要怎么走 第二个部分呢 中共越来越强势的原因 是因为国内压力 那这里面有很多考虑 第一个跟习近平有关 因为习近平要寻求连任 要集权 他要做出政绩 好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呢 去找找报纸 有一个叫寇建文的人 在2022年今年9月4号 龙印台基金会办了一个 叫厮杀龙的活动 他演讲讲个题目 叫做习近平这个人 从个人特质看二十大以后的新时局 因为中共是这样子 他的人 他的个性会影响到他的政权 怎么走向 在台湾当然也会有 蔡英文也有个性 蔡英文当然影响台湾 但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他再从影响我们 每四年检验一次 大陆可没有这种检验 他只要一旦取得政权 而且站得牢牢的 你就要非常注意到他的个性 他最近这几天正在出访 这个事情你们有兴趣 你们去看报纸 他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以前出访 二十大以前是斗争很激烈的时候 虽然他认为他现在是胜券在握 但是你们也看到他的内部 有很多对他不满的讯息 有很多奇怪的举动 比如说军区 最近换了非常多的军区的司令 怎么回事呢 然后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他还要出访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这有牵涉到大战略的问题 他们再形成他们的战略 美国再形成美国 美国包含鹰眼联盟等等 把台湾也拉进去了等等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可能更现实 国内的因素 我认为 很重要的是 他们的经济现在很萧条 如果你们想看一点 好像对台湾比较鼓舞的 这种访问呢 2022年9月9号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 专访了严清章 他的题目叫做 中共的经济 得了多重器官衰竭症 意思就是没救 这个人挫着蛋了 死定了 他讲了很多很多理由 到底现在中共老 哪边有问题 所以我看呢 假如你要说内部不稳定 倒不是说他们 多么向往台湾的民主 我想这部还还蛮遥远 因为我们对他还没有加工 他对我们也不了解 很多新闻都受到控制 但是经济萧条这件事情 是很现实的 你吃不饱了 你要不要起来做一点反抗 尤其很多人提不到钱 银行有很多倒闭的 房子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很现实的 中国历朝历代 在专制的皇朝 大部分都是被农民起义 给推翻了 因为他饿死了 你让我活不下去 我也只好让你活不下去 那还有什么办法 反正在这边坐的也是死 出去还不一定会死 那就打一打 中国大部分是这样 改朝换代的 所以经济衰竭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 我比较没有把握 就是派系斗争的问题 但是现在派系 看不出来中共内部 有什么明确的派系 除了习近平这一派以外 最后一个问题 当然是在座的诸位 关键了 你们有没有捍卫 台湾民主的决心 这个问题要分几部分回答 第一 就是我们今天课堂上 会细讲的 什么叫做constitutionalism 我们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那么立宪主义是讲什么 那这里牵涉到思想 然后牵涉到信仰 也牵涉到实践 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思想你一定要先认识它 所以不然你说 我捍卫台湾民主 你脑袋对台湾民主 什么都不了解 你除了知道要选举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捍卫民主 所以我觉得 对于宪法学得越好的人 他越有可能捍卫民主 因为他才知道 这个东西的重要 那么信仰呢 就要看你相信不相信了 那信仰会产生力量 另外相不相信 跟实践有关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影片吧 那个吕秀莲 最近有一个影片 他讲了批评 蔡英文的领导 基本上是在讲 用我的话说 你不要讲他讲谁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对于台湾的民主 有批评 他认为 我们这样的民主 不一定可爱 我们这样的民主 是生病了 我们这样的民主 如果不做一点调整 这个民主很难有吸引力 那这个跟我们上课 越来越有关系了 我们形成很大的环境 一直一直拉拉拉 我等一下要拉到 我要讲的事情了 那如果你们对于文章 有兴趣的话呢 2022年9月5号 有一个叫陆序的人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我们与法西斯的距离》 你们觉得我们很民主 对不对 那你看看他怎么说的 好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好 那就这样子 你们看看 这是原来在民进党的人 他也执政过 然后他现在对这个 民主政治的一些批评 如果你们对这个还有兴趣 可以看几篇文章 第一个是陈长文先生 他是第一任的海基会的秘书长 我们跟大陆来往的时候 就是他开始的 2022年9月4号 他有一篇文章 叫做《九二共事三十年》 他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 叫一国良治 不是两治 良好的良 我们这两个国家 要共同追求一个好的制度 为全体的中国人 那当然我猜想现在应该 不是多数说了 那最近呢 美国那个 《Foreign Affairs》 这个杂志上面 有另外一篇文章 名字听起来就不让人家很舒服 2022年的8月17吧 他叫 《台湾不能依照美国老爸》 to solve its problems 台湾不能依照美国老爸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台湾人什么时候这么可怜 我们什么时候要依赖美国老爸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在座 你看看人家这样子讲 人家这样子写文章 你觉得怎么样 好了 这样子可以了 我刚才讲的铺陈的背景都转完了 那现在呢 请看我们的讲纲 序言 我们什么叫宪法 孙中山先生说 宪法者国家是构成法 一级人民权利之保障 来你看一下 我请问你 为什么孙先生要讲一级 一级就是也就是 他说宪法就是国家的构成法 也就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 你认为加了一级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加一级二字 为什么这么讲 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好 所以宪法是在规定国家的构成 你想想看 在我们中文里面 当你讲一级的时候 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对不对 中文有很奥妙 我想很少人这样问你 你仔细想想 加了这个一级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体的两面吗 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好 我们这个问题到这里就好 再往下看 张君迈 张君迈这个人 大家知道吗 他是民社党的创党人之一 这个人的中文非常好 而且英文德文都非常好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重要的起草人 张君迈讲说 宪法是一张文书 他规定政府的权利 如何分配于机关 是不是我们有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等等 还有总统 然后分配以后 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 和人民自由的目的 你再对照孙先生的话 他讲的比较到位 听懂了吗 为什么我们讲宪法 说他是讲国家的构成 我们在建构国家 这个规范的时候 实际上心中想的是 透过这个国家权利的分配 达到人民权利的保障 我再讲一次 上礼拜讲过一次 这礼拜再讲一次 当我们讲中文里面 讲权利 我们实际上呢 有时候讲的是这个利 有时候讲的是这个利 因为在我们中文里面 声音是一样 当我讲这个权利的时候呢 他是power 国家把你抓起来 要不要权利 这是权利 然后呢 如果人民对于国家 有什么权利 或者人民对其他的个人 有什么权利 他是个right 他的权利能不能实现 最后还得要靠国家的权利 来帮忙 比方说有人欠你钱 那不还钱怎么办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是国家 诸多权利中的一种 这样有清楚吗 好 那张军麦讲的 是不是比较具体一点 也就是说 两个人讲的是一样 但是孙先生讲的比较简单 我这样子解释 你听懂了吗 所以你看那个一级二字 要看到这样 叫做看懂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作者 这个作者呢 他说 什么叫宪法 那就是the body of laws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注意哦 他讲的是 法律 习惯 还有惯例 let define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powers of organs of the state 来界定国家机关的主持 跟国家机关的权利 and regulate the relations of the various state organs to one another 并且来规范 国家机关彼此之间的关系 and to the private citizen 国家的机关 跟私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英国人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所以你看他呢 讲了一堆比较绕口的文字 他没有成文宪法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一部法典叫做宪法 但是他的宪法实际上 包含了法律 包含了惯例 包含了习惯 规范的内容实际上 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我现在透过三个不同的定义 已经在暗示你们 对于宪法的理解 perception 是有可能有些差别的 但是万变总是不离其中 有些部分是一样的 好 再下来 Elder这个人 他在书里面说 The constitution of a country embodies the basic framework rules about government and of that country and about its fundamental values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认为宪法里面 会蕴含了 会包含了一些 根本的价值 就是这样子 那你们等下去想想看 我们宪法的根本价值在哪里 好 讲到这样就好了 以上呢 我们是透过非常简单的 名人讲的话 代表性的告诉我们说 宪法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英文这个 constitution这个字 它的字根 是从拉丁字 constitution这个字变来的 那这个字呢 不管你在英文 constitution 或者法文 constitution 或者是德文 它的意思 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都是讲组成 都是讲构造 所以宪法就是构造的法 是构造什么 是构造国家 跟我们刚才的句子合起来 但是呢 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呢 还有的情况呢 宪法可以是指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 罗马皇帝 他会发布所谓的赤令 或者是这个少令 造令 例如说 公元212年 罗马皇帝 卡拉卡拉 他颁布了赤令 扩大了 罗马公民资格的范围 就是刚开始 实施民主的时候 是很小一部分人 慢慢把这个 可以享受民主的资格 变成公民的 这个范围扩大 他就用赤令的方法 来做到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 当时认为 所谓的宪法 那对照于他的呢 就是市民议会 通过的法律 当在拉丁字里面 这个是Lex Lex 现在一般我们都觉得 它是法律 但这个法律呢 就是 民意代表 代表民意的机关 代议机关 制定的成文法 好 那我们中文里面 也有宪法 跟这两个意义呢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大概 讲宪法 是国语里面说呢 赏善罚奸 国之宪法 这个地方的宪法 没有我们今天 讲的宪法 是国家之内 最高法律的意思 它的意思只是说 这个国家 应该有一个制度 就是要怎么样 处罚好人 奖赏好 奖励好人 处罚坏人 那这个宪法 就是一般讲的制度 或者法制 这样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是形式意义的 宪法 第二个是 实质意义的宪法 形式意义的 比较好懂 所以我们先讲 形式意义的 我们刚才说 宪法就是 国家之构成法 所以它一定是 有关于国家 如何构造的法律 这样讲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怎么样的构造 在下面我列的几个 是比较重要的 那你们基本上 你们现在有办法去找 你们只要Google 你们都可以找得到 中文也有翻译 那你们现在 不需要去看全文 因为有的全文 非常的长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鸟看 一个overview 你只要去看一下 它的架构就好了 好 那现在细节的部分 我不讲 我先讲的是整体 那我每个整体的部分 我讲一下 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 第一部成文宪法 就是美国的成文宪法 美国宪法 联邦宪法 那你看看 它是怎么构造 这个宪法 总共只有七个条文 七个条文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 中文的条文 因为美国的条文的一条 跟中文的条文的一条 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的一条 也有的法律 很细腻 像税法 很长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 你看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一条 就短短的一句话 那美国的一条 里面有很多东西 很啰嗦 那我们不管它 我们看一下它的构造 一开始是一个前沿 谈到了美国这个宪法 是怎么样制定 在追求什么目的 第二条是立法权 第三条是行政权 第一条是立法权 第二条是行政权 第三条是司法权 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一个权给一条 所以立法权 他就告诉你说 所有的立法权 在哪里 在国会 国会呢 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 联合组成的 所以美国是两院制的国会 两院制的国会 拥有这个国家 完整的立法权 句号 其次行政权 行政权属于总统 然后总统 下面设很多机构 机关 行政机关 第三 司法权 美国的司法权 有一个最高法院 以及由法院所设立的 下属法院 所以一定有的是 最高法院 其他有多少个 下级法院 不一定 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 然后重要的是 司法权 只基于案件或争议 Cases or Controversies 离开了Cases 离开了Controversies 就没有司法权 这个以后我们到 下学期 这个学期 稍后还有下学期 都会不断地碰到 这样的问题 这样有听懂了 所以一开始 是不是规范了 国家的权利 那下来 那你说这样都讲完了 还要讲什么呢 第四条 联邦要确保各州 是一个共和政体 这个意思就是说 美国呢 不能允许哪一个州 还有皇帝 还有女王 还有天皇 就这样子 第五条是修宪 宪法有制定 宪法有可能要修改 再下来呢 第六条 联邦债务 概括承受 在之前 在美国没有这个宪法 没有建立美利坚 合众国以前 它是一个邦联 邦联借了很多钱 要打仗 对付英国人 对付法国人 对付西班牙人 那怎么办呢 要概括承受 是政府 这国家一体性的问题 然后呢 宣示呢 宪法是一国之内 最高的法 第七条 是谈到这个宪法的批准 所以到这里为止 你没有看到任何人权条款 好 所以想想看 为什么孙先生会说 宪法就是国家制构成法 他没有讲错 我们构造国家的隐含意义 就是要保障民权 但是怎么保障 在美国宪法 制定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人权条款 人权条款是在两年以后 1791年才开始有 一开始是十个条文 就是第一征修条文 到第十 Amendment 1 to 10 那一般我们叫它 Bill of Rights 就是权力法案 或者人权条款 好 这是讲美国的情况 清楚了 你看一个架构 它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德国 德国是1949年 当时因为德国是分裂的 那他们觉得 分裂的国家 没有权力制定宪法 他们希望德国要统一 所以在德国没有统一以前 只能够有一个 效力相当于宪法 是最为基础的法律 所以他们就叫做基本法 Grund Gazette Grund我们翻成英文 就是basic的意思 既是基本法 那就是最高效力的法 但是它因为国家分裂 所以它不叫做宪法 那我们看看它怎么规定呢 第一个部分 也一样有前沿 然后第二个 第一章开始是基本权 所以德国是把基本权 放在最前面的 跟美国是不一样 美国是放在征修条 也开始没有的 以后才有的 德国一开始就把它放在第一章 而且第一章的第一条 第一句就讲了 人性尊严是不可侵犯的 所有的国家 都有维护人性尊严的义务 德国人因为过去打仗 自己知道犯了错误 重新反省以后 要给自己跟别的国家 有个交代 他觉得宪法最重要的就是要 保障人性尊严 然后接着才是各种权利 所以第一章是基本权 第二章是讲到联邦跟各邦 这是垂直分权的概念 德国是有很多邦组成的 那联邦跟各邦之间的关系 再下来第三章是联邦众议院 Bundestag 第四章是联邦参议院 Bundesrat 所以仍然是两院制 但是不要只看名字 两院制权力大小 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不重要 以后我们再讲了 第四A章 第四章之一 就是叫做联合委员会 假如有一个法案 在参众议院 两院意见不一样 那怎么办 要透过这个联合委员会 把它协调到相同的文字吧 第五章 联邦总统 第六章 联邦政府 他们没有国王 谁是国家元首 联邦总统 但是谁是政府元首 联邦政府里面的头 他们叫做Bundeskanzler 就是我们现在翻成是德国总理 然后行政部门讲完了 就是讲立法权 然后讲到联邦立法 执行等等 然后最后是司法权 第九章 第十章是讲财政 第十之一章 这有点特别 因为当时他们非常担心会打仗 所以他们要考虑到 如果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们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宪法 比方说国会不能开会了 你还要不要实施民主 像这个东西在台湾 因为我们的宪法是在 1949年大陆沦陷以前 我们没有想到会再打仗 刚刚打仗胜利 全国各个政党 包括共产党都非常高兴地来参加 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中国了 怎么知道马上共产党就内乱了 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 德国是有第十之一章 它叫做防卫状态 德文叫做 就是如果我们处在防卫状态 就是进入国防紧急状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比方说国会不能开的时候 怎么办 是不是有一个委员会 还是少数人来代替 那法院要不要开门 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是过渡于中学 这是讲到德国 再下来讲到法国第五共和 第五共和 因为法国前面有好多共和 那这是第五共和 1958年 基本上是戴高乐的影响 制定产生的这个政府 他也有前沿 然后开始第一章是主权 你看这个国家想法就不一样了 他们认为主权很重要 所以要先讲主权 然后第二章才是总统 共和国的总统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第三章是政府 Le Gouverneur 第四章是国会 Le Bachelement 第五章是国会和政府的关系 因为他们基本上 原来第三第四共和 都是内阁制 内阁制一定会牵涉到 内阁代表行政 然后国会代表立法 他们行政要向立法负责 所以国会与政府的关系 要变单图成一章 但是要第五共和以后 因为总统的权力加大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 第五共和是所谓的半总统制 这个是在我们下面即讲以后 会处理到的问题 那半总统制呢 所以它有一些调整 但是怎么调整呢 它还是维持行政向立法负责的原则 因此会有一个第五章 国会与政府的关系 第六章是条约及国际协定 第七章是宪法委员会 这一章呢 就比较像是我们的宪法法院 比较像 因为你要注意他的文字 他不叫他法院 他叫他委员会 而且委员会当中 一直到最近改革以前呢 以前呢 总统退下来 都是宪法委员会的当人成员 最近他有改革 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再下来呢 第七章是宪法委员会 第八章叫司法权 第九章是最高法院 你看看法国人这个规定 就让你产生了很多有趣的问题 那宪法委员会算不算司法机关呢 如果是他怎么没有写在司法权里面 他当然不是最高法院 好 那么宪法委员跟最高法院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你是不是开始产生这样的怀疑了 对不对 不像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就是一个 以及事后有法律所设立的下级法院 所以它是一个体系 现在你看到在法国在欧洲 是好几个体系 所以他们几个体系 当然你要问他们有什么关系了 然后最后也有修改 好了大题上你也明白了 这就是构造国家的法 它是不是这样构造 最后我讲一个例子 英国成文宪法草案 你们知道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但是在苏联解体以后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有一直有呼吁 说英国作为最古老的民主国家 现在让我们感到汗颜 因为别的国家都有宪法 为什么我们没有宪法呢 我们应该来制定一部宪法 所以就开始有这个讨论 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机构 叫做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它所起草的英国成文宪法草案 1991年 那我们看看它里面是怎么构造 第一章就是The Constitution 第一条 然后第二章呢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就像我们讲的人权 人权章很多 那我们下一个学期 上课的时候会常常引用到它的条文 因为它的条文是把欧盟 尤其是欧洲人权公约 里面重要的规定都办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 如果你重新立法 你该怎么立 这是一个很好的model 那第三章讲国籍 第四章讲国家元首 因为他们有女王天皇 女王 最近刚刚过世 第五章呢 是The Executive 是规定行政 行政里面有三节 第六章呢 是立法 然后呢 第七章呢 是中央和地方关系 Nation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 第八章呢 是Alexis 专门规定选举 你看现在的 现在的1991年以后 人家要起草宪法 这是这么起草的 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旧的 我们刚刚最后一个讲的1958 还有更早像1789 那美国的 OK 然后呢 第九章是司法 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好啦 那反正这个是草案 也没有通过 就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好啦 我到这里可以了 总之 你们去大体秒看一下 你就知道呢 各国的宪法 确实都是在规定 这个国家的构成 你用它的章来看 大体上就知道是这样 好 那我们因为是上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比较要讲的详细 当然是我们的宪法 好 那现在请各位跟着我 一起用翻的 我们一共做了七次宪法征修 从李登辉开始讲说 我要推动宪政改革 从那时候开始七次 第一次 1991年 通过了宪法征修条文 一条到十条 第二次 在一条到十条的基础上 又加了几条 八条 是第二次 所以一共有十八条 第三次 482页 第三次是1994年 1994年呢 这个条文呢 他就做了一些重大的调整 如果照这样加下去 那个条文加不胜加 已经到18条 那这样往下40条 50条60条 没有 他重新写过了 重写一条到十条 内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所以要小心的对 因此如果讲到第几次 那你就要看第几次 要这样看 第四次宪法征修条文 是李登辉 作为全民选举的 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的第一人 487页 所以这次的宪法征修 是有史以来幅度最大的征修 那么这个第四次宪法征修的影响 到现在还是清晰可见 所以李登辉讲过一句话 各位 我跟你们负责任的讲 安啊 我们宪法修改以后 我保证各位30年长治久安 我李登辉说的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脱离 他的影响 还在这个1997年宪法的影响下 然后接下来是第五次 刚刚是第四次 第五次493 第五次宪法就开始 征修出了一些问题了 以后我们会讲 然后有第六次 然后最后是第七次 第七次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2005年 已经在阿扁任内了 好了 到这里 所有的条文讲完 那我们现在要回到本文来 那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你看一下我们宪法本文 是怎么设计的 一开始有个前沿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第一章 叫什么 总纲 第二章 什么叫总纲 等一下我们会讲 第二章 是不是人民权利义务 我们是先讲国家 把国家的构成要素 先放到总纲里面去讲 有了国家 然后我们才讲到人民 没有了国家 讲人民 那你是哪国人民 然后第三章开始 就是讲中央的机关 有国民大会 第三章 第四章 总统 第五章 行政 六章 立法 七章 司法 八章 考试 九章 监察 想想看 我们平常说五权宪法 你明明规定的七个机关 怎么是五权呢 这样对吗 这样对吗 你看我们是不是讲 国家是构成法 是不是讲国家机关 权限分配 如果总统的权利 跟行政院一样 他就不要沾沾成一张了 他的选举方式不一样 他的权限也会不一样 那这个也会宪法 征修也还有修改 我们以后再说 好到这里 九章 到监察 通通都是讲中央机关 七个 总统不要把它当成人 也把它当成机关 所以总统 过去是谁 现在是谁 以后是谁 他会有不同的人 但总统是一个 宪法上的机关 再下来第十章 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 是不是刚才讲的是 水平分权 中央之内的权利 如何分配给这七个机关 现在我们讲的是 中央跟地方 怎么样垂直分权 因为中国够大 这个时候还没有丢掉大陆 第十一章是地方制度 在地方里面的制度 我们有省跟县 两级的规定 接下来是第十二章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宪法会有这一章 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英国九一年的 陈文宪法里面 草案里面也有一章 讲选举 还没有像我们讲的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这么周延 他只讲选举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章 你可以看到我们自宪先贤 不是笨蛋 他知道我们要实行民主 一定要经过选举 选举的这些细节 能不能完全由 执政党 透过他的立委通过 还是有些基本事项 必须写在宪法里 让他不能由立法来变动 把他的层次往上提高 这样有听懂吗 好 再下来 第十三章 基本国策 刚才是哪一个人讲说 宪法也是包含价值的 我们大多数的价值规定 是藏在基本国策里 好 现在因为时间很有限 我跟大家一起 做一个浏览 从467页 基本国策一共分成六节 我们是章 里面有节 好 那么第一节讲国防 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 算是一个联合国的大国 我们在137条讲 国防的目的 中华民国的国防 以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 很大气吧 简简单单 大大方方 有没有遮遮掩掩 小小气息 没有这样的问题 OK 那这张其他的规定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那你看这个外交 141条 中华民国之外交 因本独立自主之精神 老共不是一天到晚 强调我们要独立吗 平等互惠 敦目邦交 尊重条约 及联合国宪章 以保护侨民权益 促进国际合作 提倡国际正义 确保世界和平 我现在叫你重写一遍 你有把握写得比他好吗 所以不要用那些宣传的话 说哎呀 我们这个宪法很烂啊 这是从大陆带来的老东西啊 那你重写一遍嘛 你如果写得比他好 跟你鼓掌 不要小看这些人 不要觉得他们都是做谷的人了 他们没什么学问 没有 不是这样的 有些地方 当然我们现在比较进步 但是你去看他的文字 去看他的理念 他并没有退步 并没有落后 那你最主要的规定 要给你们看的是 在第三节跟第四节 你看一下第三节 我用简单的话讲就好了 第三节是讲国民经济 为什么它重要 因为它在体现孙中山先生 民生主义的想法 你看第一句话 国民经济 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 民生主义里面几个要项 第一要平均地权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 都是土地 非常分配不均匀 有的大户很多地 平无力追着电笼一大堆 第二要节制资本 这里少了两个字 节制私人资本 要发达国家资本 最后的终极目的 是要谋国际民生君主 所以从这一句话 就知道我们的宪法 带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色彩 它不是资本主义的想法 它要建设的国家 不是资本主义 强凌弱 不是那样的世界 好 你看下面 它有很多具体的规定 143条就讲到土地 你看它怎么处理土地 144条 这句话要看一下 跟我们现在台湾很不一样 它说呢 公用事业及其他独占性企业 以公营为原则 经法律许可者 得由国民经营 那你觉得公用 比方说台铁 高铁 公营其他的独占性企业 像中油 像水电瓦斯 你看看这是 如果照这个宪法的构想 这些企业都应该是 公营为原则 不是不可以私营 但是公营是原则 如果经过法律许可 才能由国民来经营 你可以想象 它也会受到很多限制 比方说它不能随便涨价 它不能随便有企业联合 我们三家比较大的 我们一起规定一起涨价 那明天全台湾大家都涨价 可以吗 像你看这些是在保护什么 保护弱者 你从来很少看到 我们经过了COVID-19以后 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世界局势 你看英国 英国现在笑得起来吗 它的通膨这么大 通膨这么高 所以现在就是通膨高的时候 你才看到社会上的穷苦大众 他们的生活很辛苦 活不下去了 我们的宪法想的是这个问题 你再往下看 147条中央跟地方 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看一下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用英文来讲 可以听得懂 它叫做social security 但是我们中文讲社会安全 你可能听不太懂 你觉得社会安全是不是有没有杀人 有没有流氓 有没有强盗 它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用我们这个古时候的那种想法 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 比方说老要怎样 又要怎样 壮要怎样 如果能这样子 我们就有社会安全 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规定 都是为了那样的目标 大同世界的目标 在那里朝这个方向努力 特别请你们看两条就好 等一下会看到 第一个是155 国家为了谋社会福利 应实施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 然后国家对于受到灾害的 无力生活的 要给予适当的辅助跟救济 国家是很有仁慈的 不是说那是你的事 你笨 你是残废 你怪你爸妈 你为什么找国家 不是这样的想法 157条 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 应该实施卫生保健跟公医制度 现在很多的国家 医疗都是私人的 你可以想象药品非常贵 贵到你买不起 你看现在很多人移民到台湾 移民到美国 还保留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 他还是回台湾来看病 因为你在美国 除非你很有钱 要看病 私一 让你非常头痛 那其他的故事 有机会再说 我也有一点经验 慢慢再讲 好了 这样子可以了 那现在最后 我要请同学做一件事 下一位 来 麻烦你念一下 宪法前言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 授权底国民之苦托 依据孙东山先生 建立之中华民国之一教 为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验定身为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制定本宪法 安行全国 永始 贤尊 贤就是大家都的意思 都 好 你看一下这一句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这个宪法是谁制定的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 这个国民大会 是自宪国民大会 以后 他制定完宪法以后 他就解散 然后重新再选 这是行宪国民大会 现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已经没有国民大会 但是是自宪国民大会 自宪国民大会 随便定的吗 不是他是受到全体国民的付托 然后制定这个宪法的时候 他是有些想法 他主要是依据孙先生 创立中华民国的遗教 这句话是很空洞的 孙先生 所有东西都是他的遗教 对不对 然后目的呢 四个 一 巩固国权 然后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如果你们 因为今天我没有时间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 美国宪法的前沿 那你们如果更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对比一下美国的独立宣言 这个思想上 你可以在中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他有一些传承 然后制定这个宪法呢 希望要搬行全国永死前村 没有一个宪法希望说 我们制定两年以后就解散了 那没有想到我们制定完不久 1949年就退到台湾 所以我们这个宪法呢 再怎么美好 就只能局限在台湾了 好 这就回到刚才我讲的 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中国历史上 假如你因为是三千年 或者认为是五千年 不管认为是多少年 三千年五千年 你是第一次有机会 适行民主的人 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幸福 只有我们中国话讲的 几千年一遇 千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给你碰上 那你想过吗 你的实验 是不是会影响到以后 影响到以后 至少影响到以后的华人世界 能不能实行民主 能不能实行法治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折腾了 我们不来西方那一套了 因为那一套东西 对中国人不用 不管用的 所以我们不要搞民主了 我们只要实行 这个所谓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了 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两岸最大的差异 你要台湾人 把我们已经习惯享有的民主自由 丢掉 对我们来讲当然没有吸引力 所以我常常跟大陆的朋友讲 你们不了解台湾 你们讲的话 对台湾很多人来讲 听起来很幼稚 我们跟你们好像鸡同鸭讲 所以两岸的落差 思想上的落差是很大的 如果真正要从习近平讲的话 要达到民族复兴 我认为最应该从文化复兴开始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 讲起来很有点伤感的问题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讲到本文 来下一位 麻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纲的里面的第一个解释 四字第三号 我国宪法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 之宜教而制定 还在前沿 一宪法第53条 刑者第62条立法 第77条立法 第83条考证 第90条监察的 为例建制制度员 本宪法原始处 一直全各于所掌犯外面 而国家最高机关独立行事 这段话 他所 他要强调的事情 我们在现在这里看不出来 他主要是在讲 监察院 就他所主管的事项 可不可以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因为我们是五院 我们跟其他的国家只有三院不一样 我们多了两个院 那监察院跟考试院 是不是爹不疼娘不爱 那他们两个要提案怎么办 如果你说监察院不能提案 那监察院是不是只能够等着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案 或者监察院要去拜托监察委员提案 听懂吗 好那现在他要承认监察院也可以提案 他要讲一个道理 所以你看到这里他引到前眼 我们现在讲前眼 有没有 他说是依照孙中山先生 创立中华民国之宜教而制定 所以整个的宪法是有思想的 好那有了思想呢 大家进一步举例说 我们是不是有五院呢 分别规定在哪一张哪一条哪一张哪一条 他现在讲这是各章的第一条 然后这样的设计 他说是使得这五个国家最高机关 都能独立行使职权 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四个字八个字 相互平等初恶宣址 大家都是一样高低 没有谁比谁高 所以我们五院是平行的 平行的五院 就跟你在三权分立里面 想到三权是平行的 所以想到一件事 这次拜登不是讲 我们没有办法干涉 彭罗斯到台湾去 他跟我是平行的部门 我是国家元首 这一件事 但是我也是行政部门的元首 他这个人我管不到 他是立法部门 他要去台湾 我只能建议他 劝告他 我不能制止他 他不是我行政部门 但是你说 克林顿 布林顿 布林顿吗 这是国务卿或者是其他的官员 那就不一样 那是我行政部门的人 当然under my control 我可以叫他不去 那这个我管不到 好了 那你看看这句话 他就有这样的意思 好 看右边 老师的问题来了 请问宪法前沿 是装饰品 只能做宣示 还是宪法前沿 也可以拿来作为解释的依据 现在四字第三号就做给你看 他明明跟你讲 他没有说是依据宪法前沿 但他显然是参考了宪法前沿 然后他推出来 五院是相互平等出入宣址 这是他的前提 这个前提证完了 他才会卸下面 我们这个学期以后会看到监察院 还会再讲四字第三号 四字第三号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他 这个解释是早期第一届里面 非常重要的解释 他有很多可取之处 我们以后慢慢再讲 今天因为我只是讲前沿 我的问题只需要点到这里就可以了 有听懂了 前沿不一定像各位想象中的装饰品 但你至少看到四字第三号 他就说前沿已经有讲孙先生 然后我们是五权分治 孙先生主张五权宪法大家都懂 那孙先生不是说五权要平等吗 那就这个意思 好了 这样可以了吗 好回到讲刚来 我们刚才在那位置讲到了四字 讲到了前沿 好下一位同学 好麻烦你念一下 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 征修条文你要找最后一次的 如果我没有特别讲 就请你看最后一次的 这506页 找到了没 506页宪法征修条文也有前沿 好请看 找到了吗 好大声念 好这句话听懂了吗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放弃国家统一 我们说为了要因应国家统一 前的需要 表示现在国家还没有统一 但是我们想要统一 那没有统一前怎么样呢 继续 好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条文 我们大家一起翻一下 27条第一项第三款 好现在找一下27条第一项第三款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们他现在讲的是原本的 他现在依照宪法第几条 是指宪法原本 宪法本文的 好他没有跟你讲宪法征修条文 就是讲宪法本文 那看一下455页 找到了没 455页是不是有27条 27条里面第一项 就是国民大会之职权如左 就是老师用罗马数字标的 第一项的第三款是修改宪法 所以这是由国民大会所进行的宪法修改 那我现在讲这什么意思 以后我们讲条项款 27条第一项第三款 讲清楚了吗 好你再往下看 老师是不是有罗马字二 这是27条第二项 有的条文只有条 然后就直接跳到款 那没有第二项 那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比方说你看26条 26条国民大会 下面什么组织织 下面就只有各款各款 他只有26条第一项 没有第二项 所以在讲的时候 有的人就把第一项省掉 就是26条第几款 但是我会一直讲26条第一项第几款 即使他没有第二项 我也是会这么讲的 好了这样子讲可以了 让你们也知道条项款 长得什么样子 不要说老师我不知道 好 往下看讲义 就是根据这个宪法 征修条文的前言 马英九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 他在那个有一年 我忘了哪一年 20多少年 国际法学会在台湾举行年会 他去致辞 他处理到两岸关系 他说两岸应该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自权 他的主张 他的依据就是 宪法征修条文的前言 所以讲话有听懂吗 所以马英九说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是分裂 所以主权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不能互相承认主权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大陆主权 大陆承认我们主权 那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我们是共享一个主权 所以不能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 但是他占一块 我占一块 我们也不能互相否认这是分裂的事实 所以不能互相否认自权 这是马英九对于这个宪法 还有两岸关系的明确主权 他是有宪法依据 他的宪法依据是前言 前言不是这样讲的吗 在国家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表示我们认为这个国家需要统一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国家 但是是分裂的 这样讲有听懂吗 那当然我知道民进党如果有办法 他一定会把这个修掉 要不然他还装台湾独立 是有点困难 那这句话至少很暗眼 有听懂吗 好了继续回来看讲义 我们现在本文里面 一共是14章175条 那我们大体上看一下 讲纲的第二页 先看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等一下我们还会有机会讲 民主共和国的体制 第二条是国民主权 第三条国民 第四条领土 那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有主权 要不要有人民 要不要有领土 都写在这里 所以我说总纲就是规定国家是构成 大体上是这样的意思 那现在需要讲一下的是 民主共和国 这个看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们既是民主国 也是共和国 应该说是民主且共和的国家 就这个意思 民主是对应于专制独裁而言的 共和是对应于君主而言的 像英国是民主国 但是英国不是共和国 因为英国有世袭的国家元首 叫女皇 他叫皇室 他现在要变成男皇了 不是女皇 那国皇 然后日本是天皇 总之有世袭的 那这就是君主国 想想看满清末年 一直在争的 国父在跟康有为两起 召他们在争的 就是我们要君主立宪 还是要民主共和 结果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派 获胜了 所以那当然也跟满清本身 不争气有关了 你想那个慈禧太后 到了最后这一刹那 他还要再做那样的事情 大家实在是看不下去 再也不愿意有皇帝 那另外一个原因 当然是比较复杂 因为当时的皇帝是异族 是满族 那当然自从 这个建国 中华民国以后 孙先生就改变了他的主张了 那觉得五族要共和 就不要再去分谁是谁了 满族也是中华民族 但是满汉人还是不一样就是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主权 今天讲这个有点难 但是我要快快地讲 主权的意思 有对内跟对外两层意思 对内就是一国之内至高的权利 那你看我们的文字 中华民国之主权 在于国民权体 所以我们说是中华民国 有乱讲吗 听懂吗 这句话大陆就不会这么写了 因为他要中华民国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要服从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那又另当别论了 那对外呢 这是指国家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享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因此台湾如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就不能说 美国人叫你吃莱猪 你就吃莱猪 那你就不是独立自主国家 回想一下以前 我们有殖民地的时候 以前别人在我们中国 有殖民地的时候 那种情形 你有连治外法权都没有 你有什么能力 对其他国际社会说 No 我不要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要稍微讨论一下 那国际条约 为什么可以约束缔约国呢 我们现在因为 退出联合国 处境很困难 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公约 都是联合国系统 下面的国际公约 所以我们因为 推出联合国都加入不了 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是国家 所以我们连缔约国资格都没有 再加上中共的阻挠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 正常情况 其他的国家参与国际条约 它变成缔约国以后 它要受到条约的拘束 那怎么解释 你不是说 它有主权吗 它是个主权国家吗 那你不要忘了 主权国家也可以同意 它要受到什么拘束 它如果不同意 它不参加 它就不会受到 那个条约的拘束 那我们现在讲的 这些国家 都是19世纪18世纪以后 讲的民族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那样的构成方法 好了 接下来第三 讲到国民 国民呢 看一下条文 下一位 麻烦你念一下条文 我们是哪一条 讲国民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 为中华民国国民 什么叫中华民国国民 好 那怎么决定 它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很好 看讲义 按照我们的国籍法 里面的规定 来决定它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简单的讲 国籍取得方法有两种 我们主要是属人 你的父母 有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 那你生下来 你就是中华民国国籍 属人为主 那如果都不是的话 才会采用属地 除此之外 你不是 你也可以用规划的方法 就好像你现在移民 规划为加拿大人 规划为美国人 我们也允许别人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主权 基于大陆吗 那在大陆地区的人 算不算是中华民国国民呢 如果他也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就变成中华民国国民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 这里主要的是 要看我们现在的宪法征修条文 好 征修条文看哪一条 宪法征修条文看哪一条 我们现在看2005年最后一次的 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几条 511页 差不多最后一页了第11条 来11条 好 你现在讲的法律 我们通常叫做两岸关系条例 讲刚上面有 那两岸关系条例里面呢 就增加了一个因素 叫做户籍 增加了一个要件 如果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但是你没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 你就不是台湾地区人民 两岸关系条例里面 把两岸的中国人分成 大陆地区人民跟台湾地区人民 他的划分方法就是看第二条 两岸关系条例的第二条 以户籍为准 那你们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 如果两岸都设有户籍呢 比方说在座人 你爸爸妈妈可能是在大陆经商的 所以你有台湾户籍 但是你同时也在大陆也有户籍 那这个要怎么算呢 所以要进一步去看呢 两岸关系条例的施行细则 第四跟第五条 基本上大体上说了 条文你们自己去看 自己去找 像这就是属于做宪法 回家要做的作业之一 你如果不看这个条文 你的理解就只属于我现在讲的话 你看了这个条文 你才会比较精准的理解 这要自己去看了才准 那如果我在现场 我当然也可以放个powerpoint 但这个就不是那么精准 我顶多30秒就讲过了 大体上讲呢 只要在台湾地区 只要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 我们就不承认它是台湾地区人民 基本上现在是这个立场 好 接下来呢 要讲领土 这会牵涉到我们上次讲的 那个中共对我们的环岛军演 领土呢 就是一个国家拥有主权 那个主权所基于的地域范围 最简单的说法呢 就是领路 像我们台澎金马 这归我们管的 这就是我们的领土 但是我们领土是上位概念 领土这个上位概念 下面包含三个下位概念 第一个是领路 第二个是领海 第三个是领空 那领路比较容易懂 就是我们实际能够管辖的范围 台澎金马 加上这些列岛 然后呢领海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图 我们用一些点画出一个区域 从那条接线往外推 十二海里 就是我们的领海 再往位再推十二海里 就变成我们的领阶区 然后领阶区 二十四海里以外 从我们的领海基线开始算 两百海里就是所谓的经济专属区 那这次中共的导弹 就有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所以日本要来抗议 那细节呢 因为这侵涉到国际法 我就不在这里多花时间 这就是国际法上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国际的强权 很多年以来慢慢发展出来的 那我相关的规定 我都写在这里了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形 那你看一下这个图形 你就知道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图形完毕以后 要看一下上一次的那个图形 中共怎么压迫到我们的 侵害到我们的主权 所及的领土 领路加领海 它的上空就是我们的领空 至于说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跟那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各位看到了 我们以最边边的那几个点 然后画成直线这样画出去 这是我们的领海基线 有没有看到 那有个领海基点延长出来 就变成领海基线 所以这个图里面最内圈那个红色的 从那个往外算12海里 就是我们的领海 再12海里 就是我们的领阶区 然后再往外200海里 我们现在会跟大陆 会跟很多国家重点 这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 然后再看第二张 下一张 我们把它放大 看到了吗 台湾的领海 还有领海的领街区 是这样子 那你要注意 我们同时占有东沙 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 还画到黄岩岛 黄岩岛现在是非常紧张的 菲律宾跟中共在那里 很争执 然后我们也没有放弃钓鱼台 日本号称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没有放弃钓鱼台 所以这还有得吵 马英九的论文就是写 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 这他的博士论文 好 再下一页 好 各位看一下 这样有看懂了吗 我说 他有一块 已经跨进我们的领海了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 你看尤其下面那个9.5的 那他至于有没有 真正打到这里是他的事 但他画那个区域已经画进来了 他也在试探我们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应该说 我们 包含我们还有其他国际社会的国家 国际社会的成员 比方说美国 好了 这样可以了 你们有一个概念 这个都可以找得到的 你们只要有这个东西 用你们自己的本事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部分说完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概念 形式意义的宪法里面 要说的是 宪法 也是这个国家 构成的根本大法 孙先生不是讲宪法者 国家是根本大法 根本法是什么意思 它的效率比较高 好 怎么说效率比较高 你看一下这几个条文 第一个 是宪法170条 171条等等 我们一个个来 念一下170条 这样讲叫法律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律 我们讲的最狭义的法律 是立法院通过 总统公布的 那我们现在上课 讲的法律系 是各种样都有 有法律 有命令 还有其他的东西 判决 所以法律 有广义 有狭义 我现在讲的是最狭义的 好 请继续 171条第一项 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哪个无效 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是法律无效 主词是法律 所以是法律无效 OK 所以法律碰到宪法 谁效率高 宪法 好 那请念第二项 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 发生理议 由司法院解释 司法院的谁 大法官 所以司法院大法官 就是负责解释宪法 解释宪法的核心意涵 就是解释法律 有没有抵触宪法 有听懂吗 法律是谁制定的 立法院 立法院的组成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从哪里来 人民选的 所以民选的代表通过的法律 会被大法官宣告为违宪 因为宪法说 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然后宪法又赋予大法官 解释法律 有没有抵触宪法的权利 所以大法官重不重要 所以我们等一下上课会 讲到很多解释 这都是宪法解释 这都是大法官的权 这样讲有听懂了吗 好 请念172条 命令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 好 请问命令跟法律 有什么差别 宪法没有直接定义 什么叫命令 你能回答吗 其他同学能回答吗 好 所以你要这样的回答 我说老师 法律是立法院通过的 命令是行政机关订定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答案就有了 好 很好 那命令跟法律不一样 法律是立法院通过的 民意代表通过的 命令是行政机关自己发布的 那好 那你看 他说命令不能抵触法律 命令更不能抵触宪法 所以命令再下 更下 好 现在翻过来看 第六页的图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叫Hans Kelsen 他提出的理论叫 Stuffen Theory 有不同的叫法 但是意思是这样的意思 最上面的 他讲的是 所有国家的实体的 实证的 positive legal norms 他呈现一个 有序的构造 最上面的顶端 叫做Grundenau Grundenau 不一定是成文的 那你可以想象 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的原始意义 可能是孙中山先生 创立中华民国之一教 然后根据那个 制定的宪法 然后宪法再往下 由立法者产生了法律 然后法律再往下 是命令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井然有序 一层一层 那我们人民 根据法律 根据命令 根据宪法 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法律行为 比方说A跟B 两个人要结婚 两个人要订个买卖 买房子 那行政机关 可以用法律 对人民 做成行政处分 你要盖房子 要不要得到建造 这样有听懂吗 那你排放废弃 超过排放标准 他要不要处罚你 他处罚的依据 是依据空污法 然后空污法授权 所定定的命令 然后处罚你 多少钱多少钱 他这个处罚 就是一个行政处分 你不服可以去告 再下来 法院呢 是不是要根据法律 来做裁判 这都是个别的规范 上面的是一般性的 从命令以上是一般 因为他对所有人 一体适用 下面呢 是只有碰到当事人才用 当事人A跟B 签订一个合约 两个人结婚 就不可能牵涉到C 如果A跟B结婚 同时A跟C结婚 那是犯罪行为 那是重婚 听懂了 OK好了 太复杂了 这样子讲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 有一个规范 有个构造 好 那以上所讲的呢 就是形式意义的 如果你说 我们这国家有宪法 你使的是 形式意义的宪法 你说的 我们有一个构造国家的法 里面呢 兼有保障人权的规定 其次呢 这个法律的 这个宪法的效率 是高于普通的法律 当然更高于命令的 好 那我们现在讲二 光光有这个形式意义的宪法 是不够的 它必须是实质意义的宪法 才是我们现在讲的 立宪主义 或者自宪主义的 宪政主义的宪法 取决的点在哪里呢 第六页 宪法 是限来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人民权力的根本大法 它是根本大法 但它的目的必须是这样 好 怎么样能够做到 限制国家权力呢 第一 就是我们要 建构一个制衡而有限的政府 用英文来说是 A balanced and limited government 怎么做得到这个目标 我们要遵循 宪法制定的基本原则 叫做权力分立原则 国家的权力必须要拆分 然后使它相互制衡 不能使它集中在一起 所以像习近平今天做的做法 在我们这里是通不过的 难怪他要禁我的书 权力分立是他不要的东西 因为这跟他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 有权力分立 才能可能建构一个制衡而有限的政府 制衡而有限的政府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里面 是很少见的 我们通常是追求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好 然后呢 第二是要建构一个法制的政府 什么意思呢 要把国家绝对的权力 纳到法秩序的控制下 这句话讲起来就很复杂了 国家权力有很多种 你可以马上想到立法 立法可以不受到法秩序的控制吗 不行 我们刚刚想到的条文还记得吗 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这就是一个法秩序的控制 所以德国人你看下面第七页 德国的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三项 是一个经典的 所谓的法治原则 最经典的定义 国家有三权 立法权应受到合乎宪法秩序的拘束 你看那个德文 叫做 和宪秩序的拘束 行政跟立法 要受到法律跟法的拘束 所以国家三种权力 都不能逃脱法的约制 这样的国家才能叫做法治国 那一般我们通常是依法行政 依法审判 你大概这样知道就好了 因为这些细节 我们要到第十六讲 下个学期一开始 我们讲宪法基本原则的时候 我才会细讲 第三点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要把国家的权力 纳到全民的控制下 民主是什么意思 最白的话说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人民当家做主要干什么 人民要自治 人民要自决 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要自己决定根本事项 比方说台湾要不要独立 台湾要不要跟老共如何如何 假如说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避免战争 我们真的坐下来要跟老共谈 那你看我们谈出来两岸协定 不管叫什么名字 要不要经过人民同意 如果没有人民同意 所以蔡英文就替我们决定了 那我们叫民主国家吗 听懂吗 最根本的事项 人民自己要决定 这样要听懂 好 那你看宪法第一条 是有学问的 中华民国为 什么什么什么 预计孙松山先生之宜 叫为 民有民智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重点在民有民智民享 好我们分别解释 第八页 什么叫民有 民有民智民享 一般认为 这个中文是相当于 林肯总统演说的 英文翻译过来的 所谓的民有呢 是of the people 民智呢 是by the people 民享呢 是for the people 好 为什么说 这个中华民国是of the people 因为政府 is composed of the people 意思就是 我们这个国家里 没有世袭的统治阶级 人人都可能 成为国家的 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人人都可以成为 这个统治者 第二个 by the people 意思是 the government is chosen by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responsible to the people 那这个chosen 选 由谁来选任政府 这里面隐含一个重要的 自由主义者的概念 统治者的正当性 只能来自于 被统治者的同意 看下面那个英文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derive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我们现在都被统治 谁统治我们 蔡英文 蔡英文统治我们 有正当性吗 有 因为我们选他 所以习近平要统治我们呢 对不起 我们没有选你 你不能统治我们 这就是民主 所以大陆 到人民选举 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 或者国家总统以前 我们没有办法说 他是民主国 他也有宪法 他也规定了一大堆 名字上文字上 看起来都很像 但是我现在讲 他就没有 好 第三个呢 民想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ve to the people 在这里比较麻烦的是 我们中国过去 就有 民本思想 孟子很早就说 名为贵 设计赐之 君为亲 上书里面也有说 天是自我明事 天听自我明听 李德辉也讲 名之所欲 常在欧心 我做的都是为你们好 但是这个都是明本 能不能说 他是民想 还有距离 你认为你为我好 等不等于 我认为你真的为我好 那我有没有办法 叫你听我的 你快来回来想一想 我把这三件事情加起来 就是我们台湾的选举 为什么定期选举这么重要 你可以再仔细地想一想 中华民国跟没有中华民国以前的历朝历代 根本的差别在哪里 是我们人民决定了 谁可以统治我们 人民决定政府如何组成 大陆到现在做不到这件事情 你可以对习近平投票吗 你可以对中国共产党投票吗 我大陆还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 看起来国民党很可怜 好像被赶到海里去了 这边也不要 那边也不要 这只到海里去了 但是他说呢 也许有一天你们可以考虑回大陆 说不定大陆同胞还很愿意 用你们来取代共产党 我不知道 在开玩笑讲的话 好 第四 立宪主义的当代徘徊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除了有民主有法治以外 我们实际上有路线上面的犹豫 简单的讲呢 如果我们从个人主义 还有自由主义出发 我们越会是希望呢 我们的自由权利 个人的人权充分的保障 然后国家呢 设下都不要管 管得越少 管得越少越好 下面你看到这个案子吗 第九页 有个叫Dashunny Dashunny versus那个Vinnebago County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 有一对父母 一对夫妻离异了 离婚了 然后呢 法院呢 就把这个小孩 判归父亲来监护 结果母亲呢 只有定期回来探视 探视的时候 发现这个孩子好像有受虐 他就去向社福机构举报 社福机构也有派人来看 然后每次看呢 没做什么 讲一讲又回去了 结果最后母亲发现 这个孩子因为长期被父亲虐待 结果已经脑残了 他就告国家 他说你们没有尽到义务 让我的孩子脑残 你们这个整个社福体系都失灵了 好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说 我们是一个negative state 我们宪法只是保障 国家不侵害人民的基本权 在这里 他用的那个条文是 宪法征修条文的第14条 就是有关于 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 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 这里特别是自由 不能加以伯敦 孩子还没死 那他说这个条文 是用来对付国家的 国家不可侵害人民 但是现在不是国家侵害人民 现在侵害人民是孩子的爸爸 这个部分是私人所加诸的损害 不是我们宪法能对付的 不是我们宪法所要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这叫negative state negative state 就是我们宪法 是用来防止国家对我们侵害 我们不要求国家积极做什么 美国在这个判决里面说 除了特定情况下 比方说我现在把你抓去关 结果你是被关起来的狱卒 或者是被关起来的监狱 其他的囚犯打死 那我国家要负责任 这是处在国家监控下发生的 警案 这时候他就要算 但是你这个情况不是啊 孩子判给了父亲 父亲虐待他 父亲是一个私人 我国家并没有叫父亲虐待他 我国家也无从防止 父亲虐待他 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想法 是不是很可笑 那社福这个体系是做什么的 那你们不是有定期来探视孩子吗 我已经跟你反应了很多次吗 这种情况有点像 最近那个恩恩的案子 恩恩不是相信 我们政府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规定 你有很多很多规定吗 你不相信他规定 你自己抱过去 100公尺搞不好你死不了 你现在就要等救护车 等救护车这样转转 他最后死掉 那你说这个要不要国赔 听懂我讲话的意思吗 这件事情有的有的离 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厘清 好 与这个相反的呢 就是社会立先主义 什么意思呢 强调宪法呢 是要来积极实现若干目的的手段而已 所以他要达到的是一个积极国家 那这个积极国家 对很多人来讲很恐怖的 我们个人的幸福 不需要国家干预 国家保障 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就够了 剩下怎么追求个人的幸福 个人才知道这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原始看法 那现在呢 像社会立先主义就不是这样 好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案子 来 今天请看我们的讲义 我们把这个讲完了 我们今天就要下课了 其他下礼拜再来补了 好 请看一下今天的472号解释 无根大法官的协同意见 本件事情 一直对全民健康保险法发生违宪意义者 主要在于 好 他有几点 遗议认为违宪 第一点 第一 强制全民纳保系在 系看跳黑字 增加宪法所无的义务 我们宪法只有规定 人民有纳税服兵役 受国民教育的义务 你现在叫我们人民 都要参加全民健保 我反对 宪法怎么可以增加 宪法所没有规定的义务呢 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往下跳 保费负担加重或给付水准降低 有违信赖保护员 好 这句话要解释一下 因为在全民健保之前 有军保 然后有公保 然后有劳保 那已经有很多保了 结果现在呢 大家通通还要再加入 健保 全民健保 像老师当时已经是公务员 我们老师公立学校老师也是 参加全民健保 但是我原来已经有公保 所以我要缴两笔钱 我的每一个月的薪水 要扣公保的健保费 再加上全民健保健保费 所以你说我活不活 听懂我讲他的意思吗 好 往下 他认为有加以补充 好 我们现在往下跳 第一点 他说 宪法规定的那三条 那三种义务 只是最低限度的 并没有说不可以 所以原则上人民呢 有服从法律的义务 第二点呢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好 你看一下二 如所周知 从这里开始 二 如所周知 我国宪法乃不同政治理念妥协之产物 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 人则上 以源自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里面之权力清单为期 好 这我们等一下以后会讲 下学期会讲 记住 这都是个人主义跟自由主义的 好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在基本国策之章节中 则明显已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之刚领性规定作为内涵 好 他下面就举例了 比方说144条 是部分生产工具 公有化 等等等等 好 那他说现在呢 真正重要的 唯一具有重分配功能的 只剩下国家推行健康保险 国家推行国民全民健保 这是规定在征修条文第十条 好 然后 而 好 好 前者 等一下 二十四条 大家看一下 二十四条是前者 什么意思 念一下二十四 大声一点 二十四 好 凡 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承击 好 跳到最后一行 并 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 这样听懂吗 这就是国家赔偿 这里明明白白的说公务员替国家做事侵害了人民 国家要赔 恩恩案就是跟这个有关 听懂了 好 往下 他说这个是属于民事的委托 好了 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的全民健保是末世委托 这句话我就听不懂 为什么 我们什么地方规定我们要全民健保 征修条文第几条 第十条 第五项 国家 推行全民健康保险 对啊 这不是明明白白写在那里吗 怎么你说这个是末世呢 我已经不懂了 听得懂吗 好 继续 立法者 立法者履行宪法委托之义务而制定相关法律 好 暂停 现在为什么有全民健保法 就是因为你正修条文说叫我们推行全民健保 所以我们才定全民健保法 不是吗 好 继续 我叫你们通通要纳保 你们不能不参加 强制 强制是不是限制个人自由 你可以不参加吗 不行 全民健保通通要参加 我现在讲的这个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就听懂ObamaCare 为什么这么困难 美国就是没有这个想法 我怎么可以 什么国家可以逼我参加健保 我不要 我们台湾是法律规定 大家通通要参加 即使你们有公保老保什么保 通通就要参加 你付两笔钱也要参加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就是这个案子 来继续 与立法者单纯依据宪法第23条 基于公共利益等因素 考量之比例原则 具有更高的正当性 好到这里你看得懂这句话吗 立法者依照宪法的委托 尤其是依照宪法第13章 基本国策的规定去立法 他跟立法者自己主动说 我要立全民健保法 他会具有更高的正当性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反过来讲 看老师右边 所以呢 更高的正当性意味着 宪法法院要降低审查基准吗 因为这个法律更正当 所以我们审查的人 大法官就要更对他尊重 我们要用比较低的审查标准 不能用高的标准去要求他 大体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在后面往下看 他就认为强制纳保 或者是要分别开来保险 这个是立法的选择 我们不过问 然后叫你们交两笔钱又怎么样 你们当时已经占了很多便宜了 有什么人规定说 要从公保开始 公保年年亏损是亏损了谁 是国家在贴补啊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是好的法律 好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 先暂且讲到这边